这个Wordcoin的白皮书的代币分配和释放这个部分 今天是披露了 OK首先呢 如果你不大了解Wordcoin是什么 昨天也做了详细的这个录播的视频 精品剪辑的 你可以去在我的YouTube频道去看一下 从最基础的给你介绍这个项目的前因后果 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那今天我们更新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Wordcoin的代币信息 WLD它已经上线了 是一个以太坊主网上ERC安宁的代币 个人可以在Optimism主网上获取他们的用户资助 也就是说因此大部分的这个WLD的交易 可能在Optimism网络上进行 如果需要代币可以通过Optimism桥接会以太坊 同时如果你下载了这个APP 那其实在你没有完成红膜识别之前 它也会给你安排定期的给你空头 只是说你拧不了 但是它会告诉你记录 而且在一定的周期之内你必须要拧取 如果不拧起的话就失效了 所以说我攒了很多都没有拧到的币 这有点可惜的 所以说如果你所在地区有那个红膜识别 你又有兴趣 你不介意这个红膜识别带来的潜在风险 这个话题我们等会去强调一下 OK我们回到代币经济分配的模型 这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就是代币在首先这个信息推出15年之后 Wordcoin的初始供应量上限是100亿枚 它说了初始供应量 那意思说它会是一个通胀的模型 它没有说整个项目就锁定死了 永远只有100亿枚 那这个阶段就像当初以太坊一样的 只是在初始第一个阶段 那很明显的有人看到它的合约的一些具体的功能和参数 那其实是有一个人 只有这个权限可以启动这个通胀的 对任意地址进行无限量增发代币的 那关于这个事情可能有些人说 哇好可怕 项目方是不是随时要开始通胀发币 然后收割大家 那你这么担心呢 也不无道理 毕竟的这个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它是可以这么做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说 这么简单的看待这个事情 以这个项目方的透明度 以及创始人 他是个知名人士 他恶意的进行金融欺诈 上来直接收割韭菜 就明目张胆 去做一个ROGPUT的行为 我觉得概率比较低 因为他如果这么做的话 这个地球他没有地方可以逃 再就是以这个项目方的背景 我不大认为 他们为了一笔钱 刻意的去做这个ROGPUT的行为 虽然在这个功能权限上面 他貌似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考虑到他的这个背景 我基于一个常识的判断 我觉得他做这样事情的概率会比较低 但是不排除 因为他自己的愚蠢 像那个SBF 像那个DUKON一样的 可能项目玩了后面 他财务出问题或者内部管理非常混乱 最终就崩盘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过 所以说这个风险是你永远要承担的 因为你投资加密货币 就是典型的 你要do your own research 你要自己去做研究 自己去应对风险 我明确告诉你 我在网上找到信息 他的智能合约并不是写死的 是有增发的权限的 这个要注意 然后这里提到15年以后 如果用户可通过 治理就是说是否开启通胀 那通胀率的话是1.5% 项目的初始最大流通供应量 是1.43亿枚 那昨天有提到4300万 分配给了在这个项目 prelaunch阶段的 orb验证的用户 那这里面有个重要信息 它是分配给用户 但是并不意味着此时此刻 这4300万已经全部被提取了 然后放到交易所去杂盘去卖了 那主要的抛牙肯定不是来自于这 它还有一亿枚 是借给了在美国境外运营的做事商 那是一个贷款的形式 三个月以后会到期 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新的知识 那为什么是贷款的形式 给做事商给他做来干嘛的呢 因为做个代币上线 你肯定要有个核心的一个做事商 去提供流动性 不然的话流动性很差 就会这个价格会发生非常大的波动 可能某一个时间点 有人拿100万买 就完全买不到这个币 所以导致在某个交易所 这个币价会飞涨 然后在某个时间之内卖一点 你找不到卖家 在某个时间之内 又会导致这个代币价一个暴跌 那为了更好的流动性 币价更稳定 任何项目都有一个中英化 会有好几个做事商 左手准备的USDT 又是准备项目放的代币 一般你项目上任何个交易所 都会要求你有做事商 有初始的做事资金 那既然我要去做一个做事商 我要有你这个币 那我做一个普通用户 如果只领了几十个币 我怎么去做做事商呢 我当然需要项目方 你给我一笔数量非常大的币 但是你这个币不可能 白白送给我 对不对 那继续这样的逻辑 提供了这样一个功能 并不是说这一亿亿的币 就给他做事商 就拿他 让他随便去卖 让二级至少人去接盘 那我的理解肯定不是这样子的 他更多是一种服务这个项目 这个经济模型 昨天说到这里面有细则 75%分配给WorldCoin社区 大部分代币会分配给用户 部分代币将分配给生态基金 和网络运营 很明显 这个项目是要有人来运营的 然后基金会会根据这个公司 章程管理这些代币 进授权逐步形成一个 去中间化的治理体系 然后这个9.8%分配给初始开发团队 这个Tools for Humanity 也就是他说的这个TFH 13.5%分给这个Tools for Humanity 投资者 那这些人是找去提供 这个项目的资金的 这部分分配给他 锁仓锁多久 然后怎么释放 后面是有解释 那1.7%呢 作为一个TFH的Reserve 然后启动之后呢 自动保留1.7一枚的WLD的储备 那大家最关心的是 这些所谓储备 放出去的币 会不会突然拿出来 第一个星期就用来卖掉 然后套现走人 那这个里面是有解释的 关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锁仓的话 三个月的锁仓 然后再加上24个月的这个线性解锁 这里面提到好几个都是一样的 这个代币的分配里面的细子 它写的非常细 这个Network Operation 对吧 小于等于10% 那这里又分为这个球的运营 运营商的之间的奖励 其他的组织活动之类的 然后这个市场营销 这里很多都是社区活动 然后各种各样的费用 还有什么 这个Bug Bounty 就是找Bug那些基地 然后这个生态的基金 这里面有事要 就是杂七杂八的很多杂项 看上去还是 在昨天我们了解基础之上 有更多详细的解释 这里面有部分信息很有意思 就是说和美国境外运营的 五家做事商签订了贷款协议 这五个实体在代币推出后的 三个月内收到了一万一亿的 是三个月内 就不是大家想象的第一天 它就拿了一堆币 然后刷新去卖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在三个月结束的时候 每个实体必须归还其贷款 或者可以选择购买任何数量代币 最高可达其收到的贷款金额 购买的这个WorldCoin的单价 根据以下公式设定 这个2.0 我认为应该是指两美金 是指价格 两美金加上阔幅 0.04%乘以这个X 这个X等于购买代币的数量 除以100万 那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购买的单价 这一座商到时候 它如果购买的话 它的单价是两点几美金起 其实这个项目的经济模型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说坦白讲 我是觉得比较陌生 应该是算是高于 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 它其实是更加复杂的 一套玩法 我觉得这个信息 还是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这些作者商 这个1亿借给他 到时候他会去购买这个代币 那这个代币的平均价格 大概是两点几美金 那这个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那怎么去解读这东西 怎么去消化 这个我还要问一下你们 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看完了之后的话 这些核信息 我还是有点懵逼的 这套玩法 至少我没有设计过这样的玩法 OK这里面还有个信息 Predonacci阶段 从2021年5月份持续到2307月 在此期间超过200万人 在30多个不同国家的ORB上 验证了他们的World ID 在发布前 已经为这些用户 分配了4300万美的代币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买到的4300万 就是过去的这几年 这些完成了验证的人 他们领到了币 他们的抛的 就是说理论上最大的抛压 应该就是在4300万 但是不可能是4300万全部抛压了 他是说已经分配了 分配了之后的话 这些是完成验证的 那就是说他们其实是 处于一个解锁的状态 但是这世界三宝 有多少人是马上卖 或者卖在三刀 这个很难说 我觉得也就一半一半 可能有一半人会卖掉 一半的人算下 三点几美金卖的话 可能就是能够录个 100刀200刀300刀 可能很多人他就愿意卖掉 但是这部分人 你都花了这样大的精力 去做的红膜识别 我觉得这些人的人均收入水平 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们要知道 第一批的红膜验证节点 愿验证者参与的人 他都是在一些经济 比较发达的地区 那这些人完成的验证之后 他们会不会迫不及待的 为了两三百刀 就赶紧把它给卖掉呢 我觉得这个占比是比较小的